每年5月除了要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之外 也是房屋税开征的期间 因疫情政府也有相关的补贴措施 台东税务局李肃勤也提醒民众 房屋税若符合自助条件 一定要申请优惠税率 就可以合法结税 5月份除了是个人综合所得税申报的季节之外 同时也是房屋税开征的期间 台东税务局仍要提醒民众 要按时缴纳税金 5月份是房屋税开征期 5月31号刚好是假日 所以我们缴纳期限是5月1号到6月1号 提醒各位好朋友 我们在事业底之前 就已经把所有的109年度的房屋税的税单 寄给大家了 如果你说到疫情影响的业者或个人 在这个缴纳期间 就是5月1号到6月1号之间 可以来跟税务局申请 这个分期或延期缴纳 如果你不想出门也没关系 我们挖冬税的APP 或者是我们这个台东税务局的首页 都有防疫免出门申办专区 可以线上来申办 那这次交通部针对我们这个旅馆业者 跟观光旅馆业者 有特别的一个补助的方案 那税务局这边会提供108年度各个业者的 低加税的课税明细 跟房屋税的课税明细 为大家做服务 所以这个服务的地区呢 可以到我们县民服务中心 也可以到我们税务局的各个柜台 都可以来受理申请 可以协助大家 那它这个补助的额度呢 在你108年度的低加税跟房屋税 分别在10万以下 它就分别补助10万 超过10万以上 就超过的部分补助25% 所以是一个对我们这些受疫情影响的旅馆业者 或观光旅馆业者不无小补 请大家记得在6月30号之前 到我们税务局各个柜台来申请 我们会很贴心的为大家做好完整的服务 因应疫情 政府也针对特定对象 提出税额减免或补贴 而李述琴也提醒民众 房屋符合自助的条件 记得申请优惠税率来合法结税 那房屋税的特质呢 是按月按使用情形来课征 那么有一些朋友呢 如果说你的房子全国 在3户以下那是自助 就是没有出租也没有营业用的话 那可以申请这个自助的优惠税率是1.2% 所以各位好朋友收到税单的时候 除了按时缴税以外 再看一下明细 在我们的税单上面会有一个显示说 你营业用非营业用 非住家非营业或是非自助或自助用 那其中我讲的自助呢是最优惠的税率 那也台东县的大部分的我们乡亲朋友 其实也是自助的比较多 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的 还没有申请最优惠的1.2%的税率 可以再从你的税单上看得出来 那也可以跟我们柜台直接联络 因为每一个人收到税单都有我们服务同仁 也留有服务的专线电话 所以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洽询 税务局表示民众一定要在时间内缴纳房屋税 若有相关的疑问都可向税务局洽询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